喂 大家好 我在這影片講這個直居課本後面系列的3-3 3-3這個題目也是很簡短 也是一個很easy的一個題目 他說我現在有一個飽和的蒸氣 然後它是60度C的 然後100kPa 然後問說這個水的這個mol分率是多少 在這個飽和的蒸氣裡面的水的mol分率是多少 OK 好 那這水的分率mol分率是多少 首先我們第一個 抱歉 話錯了 我們首先第一個它題目給的條件是說 我現在有一個飽和的蒸氣 OK 那什麼叫做飽和 飽和的意思是什麼 可以再仔細回想一下 飽和是什麼意思 飽和的意思就是說 在飽和狀態這個時候 這個水蒸氣的分壓 會等於這個水 這個水在這個溫度的飽和蒸氣壓 OK 這叫做 這叫做飽和 OK 這個飽和的意思是說 這個水這個時候的水的分壓 等於這個水在這個溫度的飽和蒸氣壓 OK 所以我們先記住這一點 所以說呢 所以這個saturated vapor 它是60度C的話呢 它的飽和蒸氣壓是多少 OK 那我們去翻一下這個時候 你就要去翻一下你的這個蒸氣表 60度C的話呢 是以溫度做排序 我們排序60度C 我們看一下喔 60度C在哪一頁呢 在第一頁 在第一頁 60度C呢 對過去的這個 飽和蒸氣壓壓力是多少呢 是19.95 是19.95kpart OK 好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說我們有這個資訊 我們就可以求出水的木耳分率是多少 那水的木耳分率是多少 水的木耳分率是多少 這等於總壓然後分支呢 水的飽和蒸氣壓 OK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是稻爾吞分壓定律 OK 這邊寫英文好了 稻爾吞 Slow吧 稻爾吞分壓定律 稻爾吞分壓定律 稻爾吞分壓定律的結論是什麼呢 水 水 這個壓力呢 跟木耳數呢 會成正比 壓力跟木耳數成正比 所以呢 木耳分率呢 跟這個壓力的分率嗎 這樣講對嗎 所以呢 這個木耳數 應該是木耳數的比值呢 跟壓力的比值是有關係的 因為你這個 稻爾吞分壓定律告訴你 這個 木耳數跟壓力成正比 OK 所以呢 你那個 木耳數的比值跟壓力的比值是有關的 OK 那你的Ptotal是多少呢 100kpart 那保證價是多少 19.95kpart OK 所以這樣約一約呢 你大概就是19.95啦 19.9% 水的木耳分率就是19.95%啦 那這個題目他有問你說這個空氣是多少呢 哦他還要問你說啦 他說呢 他這個其實其實這個題目呢 最後是要問說這個 這個composition OK 這個composition是多少 所以呢 你還是說你其實連空氣呢 也要把它算出來啦 OK OK 啊 所以這一題題目 你看我自己把它改編的題目啊 改的太順了 應該就寫成這樣子 哇 What'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air What's the composition composition What'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vapor OK 所以他是問composition的話呢 那他就是水的木耳分率也要算出來 那 空氣的木耳分率也要 空氣的木耳分率呢 也要把它算出來齁 那這個寫空氣呢不太好 應該我特別注明應該是乾空氣 OK Dry air 特別注明是Dry air OK 那就是1-19.95%啦 那這個就很簡單啦 所以大概是21. 21.05%嗎 對不對 不是不是 是80.05%啦 OK 那這個解答呢 是把它稍微是1250 這個20%跟30%啦 OK 好了這個就是利用到爾吞分壓電率呢 要你求出這個飽和 這個飽和氣體的話呢 那個那個組成是多少齁 這題很簡單齁 就是看你腦袋怎麼轉得過去而已啦 好那這題就到這邊啦 那我們剩下就之後再聊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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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